谢霆锋拿熨斗烫发 机关旁客头 5秒成型谢霆锋示范用熨斗烫给你看香港歌手 谢霆锋20日首度以年度风云大使身份 登上KKBOX舞台 还以超潮的机关旁客头 献上新歌《异响天开》 他在昨天表演结束后大方分享 机关旁客头的快速成型发 夸张的手法让大家半信半疑 今天他贴出一段影片 让大家大吃一惊 重粉直呼 昨晚你说用烫都烫的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 谢霆锋坐顶着狂野机关旁客头上台热唱 距离上回2001在高雄担任 周杰伦超时代演唱会嘉宾 辗转已过七年 于是再次重回舞台 谢霆锋兴奋莫名 还临时几亿输了旁客头 他开玩笑说 这发型看似很难 其实只花了差不多一小时就完成 刚刚自己还拿了玉斗压了几下 哈哈 开 玩笑的 当然还是有发型师帮忙了 影片中 只见谢霆锋首拿电月斗 投靠在烫衣板上 就这样朝头发烫了下去 立刻烫出一头挺立的机关头 无厘头行为让网友哭笑不得 直呼这些种别人干真是蠢 你干就是绿 昨晚你说用烫都烫的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 你好像没开电源 有一种东西叫做平板加哈哈 原来真 是这样烫的 今天他在脸书放上一段影片 他把头发放在运斗板上 自己拿着运斗左右 磕在三下 最后再往上顺一下 速成了这颗头 他同时呼吁以下节目部分内容 涉及危险动作 切勿模仿 敬请家长留意 网友看完直呼 网友李子佳可以借你 昨晚你说用烫都烫的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